來了 接下來試玩一款史詩神話戰爭的MMO遊戲 叫做AOA 神之怒雅典娜 翻玩了一下 發現他的3D建模相當精美 戰鬥畫面十分酷炫 感覺像在看電影一樣 所以今天就來重點介紹 AOA 神之怒雅典娜新手要如何快速練集 以及幫大家會整遊戲內常被忽略的一些小福利 讓你用最快的升等速度 比別人早拿到新手獎勵 SSR 火焰巨龍 還有目前最新的兩個聯動英雄 頂頂大名的黑白狼軍和長徑人 等會也都會一起介紹 那咱們就開始吧 那來穿完帳號進入遊戲之後 會有四種職業任你選擇 除了有普通型態和時裝外 還有天神型態喔 非常帥氣 那馬上就來介紹一下他們的技能和職業定位 如果你是喜歡近身攻擊 物理高輸出的玩家可以選擇戰士 一夫當關 萬夫莫敵 天神型態是索爾 技能有五位斬擊 月輪斬 旋風斬和順位斬 未來練強了 還有奧義技能 天威神劍和萬劍奇出 喜歡遠距離攻擊 高爆發的玩家可以選擇弓箭手 百步穿揚 劍無虛發 天神型態是雅典娜 技能有閃射 懸神劍 暴風劍魚和雷鳥 未來練強了 還有奧義技能 螺旋巨劍和萬劍雷霆 喜歡AOE 範圍高傷害的玩家可以選擇魔法師 冰火兩重天 帥氣逼人 天神型態是哈迪斯 技能有烈焰龍捲 碎冰衝擊 天火轟擊 和冰川爆發 未來練強了 還有奧義技能 天降冰靈 和天火鳳凰 喜歡捕血上BUFF的玩家可以選擇聖聖職 能打能補 萬用輔助 天神型態是海拉 技能有生盾衝鋒 省盤鎖 鎖閃 聖閥天譬 和審判打擊 未來練強了 還有奧義技能 天堂之鎚和真意懲戒 那因为我个人是喜欢帅气大范围高伤害的魔法特效 那就选择魔法师开局吧 那在选完职业进入游戏之后就来到我们这个主画面 那对于新手来说一开始就是按照主线任务进行 会逐步开放各项功能 包含我们的人物技能 装备养成 强化升级 然后还可以拿到我们一起并肩作战的英雄 那可以看到我们后面这只 冰霜幼龙就是我的英雄 然后还有这只我们的人鱼 那如果你一开始凑不到我们强硬的英雄也没有关心 官方很贴心的会在我们开服的时候的一个活动 巨龙盛典 在我们七天的任务的时候会送一只超强力的英雄 这是SSR六星的火焰巨龙 那这只火焰巨龙是特效超级华丽 然后长得又很帅气 那技能的话也很强火焰咆哮 会一个范围造成一定的一个伤害之外 然后还有20%的一个持续伤害 之外敌人如果收到一个冰冻效果的话 一样还有追加的一个效果伤害 所以如果一开始凑不到强硬英雄也没有关心 官方有送一只 那就按照我们七天的一个任务 每天玩家都需要解除一些特定的条件 那其中有一个条件会比较硬一点 就是我们玩家会需要到达特定的等级 像我们第三天就要到达130级 那越往后的天数可能等级就要越高 所以今天花十分钟的时间 带大家一起来看如何快速升等 早就拿到我们这只SSR六星超帅气的火焰巨龙 那在介绍我们快速练等的秘籍之前呢 先来介绍一下我们AOA神之怒雅典娜 开服到底有送各位玩家哪些好康的资源奖励还有活动 那第一个活动就是我们新手任务送的四个奖励啦 那第一个奖励呢 就是送你强力又帅气的一个SR英雄 我们的狼人手里 如果你一开始没有抽到一些强力的SSR角色的话也没有关系 我们官方在新手任务的时候呢 直接送你一次这个不错的狼人手里 再不管是刷土啦 推怪或是PK场的话 其实他的表现都很不错 那等你未来之后有抽到一些比他更强力的角色的话 就把它换下来 那如果一开始都还没有的话 其实新手的进程来说的话 他会陪伴你一个蛮长的时间 OK那第二个的话呢 送你一次强力的一个坐骑 我们的那个超帅战马 那这个战马也是我目前正在骑的这个战马 这个战马 如果你要下马的话很简单 左下角这边有个骑程位 按一下之后 直接跳下马 我们直接用走了 那如果你要再上马的话呢 再按一下 我直接又可以跳上马 OK这是他送的第二个奖励 这个强力坐骑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雅典娜神像 一个很不错的神像 它为沐浴智慧之光 我们真正的勇士 这个一样完成一些特定条件之后就可以取得了 那最后一个就是玩这个游戏一定要有的 我们帅气大翅膀 那这个翅膀的话叫血影之翼 一样完成一些特定的一些线索条件之后呢 就是会送你这个大翅膀 这就是我们第一个活动 我们新手任务会送的这四个奖励 那第二个活动就是登入送时装 累积西天登入会送我们一个海盗时装 那可以看到我们人物穿海盗时装的一个造型非常帅心 海盗服务 上面会有个海盗帽 那累积七天呢会送海盗时装的各个部件 那比如说第三天使我们占星道标 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一艘船在跑 那我们海盗时装会有个套装计 穿着这四个套装呢会有个怒海护身的一个套装计 格挡的时候可以增加一定的格挡率还有格挡穿透 那我们像我们第五天会送这个碧海长风 这就是我们海盗帽 很帅气啊上面有个海盗帽 那最后一天会送我们一个船骑船长 这个是那个身上的衣服 那整套穿下来的感觉给大家看一下 整套穿下来就长这样子 一个海盗服 海盗帽 然后身上拿了一个那个长矛 然后这边会有那个占星道标在跑 那全部穿下来之后呢 除了战力有提升之外 这个属性提升 然后还有这个套装计 怒海护身 那再来介绍一下今天的重点 就是新手快速练人的秘境 那我这边绘整了十三点 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那第一个话在我们福利这边 从第一个等级礼包开始介绍 那这个游戏一开始新手进入之后呢 我们会快速升等 那到达固定等级之后会送你 就相对应的一些养成资源 包括我们一些装备强化石啦 一些钻石等等 所以在前期的时候 尽量推土 然后尽量去做一些任务 然后尽量打一些副本 让我们等级可以快速的提升 然后把这些资源换算成我们的战力 把我们优势扩大跟滚雪球一样 那如果你是扩掌玩家的话 可以额外获得一些其他的资源奖励 OK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每日迁到 那这个游戏每日迁到 除了会送一些固定的养成资源之外 他还会 到达某一些天数的时候 会额外送你一些比较华丽的一些福利 像他的话这个就是送我们一个翅膀SSR的暗夜工具 所以尽量每天都尽量上线 然后尽量会 可以签到 然后拿去一些各个资源奖励 好那第三个的话就是线上奖励 这个游戏的话线上 只要你存在线上的时候 他会帮你计时 那每10分钟我们就可以抽奖一次 那一天可以抽8次 简单说就是你在线上 至少要每天待个80分钟 那如果你是用电脑的玩家 应该就不用担心了 就是平常会挂机 那尽量把我们每天拿到这些资源奖励 好那第四个的话是星空盛宴 简单说就是在固定的时间 一个中午一个晚上 那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吃东西 那吃东西最主要的 第一个会增加我们的体力 那会增加我们的耐力 这个东西就是你在推主线任务啦 或是打一些副本师王 地狱的时候会使用到 那像这种游戏来说的话 尽量他的时间范围是很广的啦 所以一般来说应该是不会取不到 然后在最后的话是一个分享奖励 这是个单次性的 就是你在那个FB首次分享的时候 会给你一个20点的一个钻石 那这个东西也是可以取得一下 这个不拿白布嘛 文字腿慢慢凑起来 其实奖励也是蛮多的 好这是五个一个 我们养成的一个手段 然后再来的话 比较重要的一个是第六个 我们的挂机收益 这个挂机收益的效益来说 就差非常的多 这个东西的话就会跟 平常的一些你可能比较认真在上线 就像在推图的玩家差异就会比较大 那挂机收益简单说 第一个他是按照我们你的英雄塔推的层数越高 他的收益会越多 所以尽量每一天要尽量去推我们的英雄塔 那你推的越高的时候 他在每一个小时换算成的资源奖励会越来越多 好然后再来第七个的话是日常奖励在我们这边 那日常任务的话最主要就是完成日常各类的一个玩法 然后可以取得一些养成资源 前面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取得养成资源 然后中间的话会有一些 取得的活跃度的一个载件 那下面的话就是活跃度的累积 活跃度越高的话我们可以拿到的资源就越多 像比如说50可以拿到钻石 150可以拿到50赚 然后后面的话也可以拿一些活跃道具的宝箱 然后再来第八个就是我们这个通行证 这个通行证一样就是刚刚一样完成某些东西会有这些积分奖励 那这些积分奖励一样是可以领取的 那前面的部分的话是免费领取 后面如果你想要领取的话就是你要课金 你要处值 然后你到达一定的等级之后 然后你就可以额外获得这些奖励 这些奖励其实都蛮好用的召唤之书 我们有机具可以获得SSR的英雄啊材料碎片啊这些东西 好然后再来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赏金任务 赏金任务简单说就是个派遣的任务啦 派遣任务最主要就是A站的星数 然后他会有一个消耗的时间 然后他会获得跟你讲说这个任务会获得哪些资源奖励 那尽量都是要以我们星数高的部分去做接取 因为星数高的资源奖励就越多 你会看到这个四星的跟一星的 那我们可以直接一键然后可以一键派遣 那免费一天的话可以免费刷新两次 所以就看个人的一个运气啊他会随机会随机跳 你看这样这个就不错 三个四星然后一个三星这样子 那最后两个比较隐藏的部分的话一个是在我们的这个超纸礼包这边 超纸礼包这边有个免费礼包啊很容易忘记 这个东西是免每天是可以去拿的无课玩家也可以拿啊每天可以先购一次 那最后一个呢是隐藏在基金这边 基金这边呢不要看我们这边要储子其实不用储子也跟那个等级奖励一样 到达某一些等级的时候一样你可以获得一些奖励 只是你有课基金的话可以额外获得这些奖励 所以像我们目前已经到达60等了嘛我就可以取得了 前面的部分都是无课玩家可以取得了啊这边都是可以取得了 那后面的话就是你课基金的话才有这些备用的奖励 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千万要记得一定要拿啊这些东西奖励支援很多 那最后的最后我们来介绍一下梦幻联动的活动 就是我们ALA神之路雅典娜跟我们金光布袋系做了一次深度的梦幻联动 除了两只新英雄啊我们鼎鼎大名的终丁林啊常进人跟我们的黑白龙君 这两只角色甚至你不看布袋系甚至都知道他们的名字啊这个真的是太有名了 那这个游戏的话这一次把它做出来还原度很高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两只新英雄 那等一下也会派他们上场然后看一下他们实战力如何 OK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只新英雄啊来一起来听一下还有语音哦 把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啦啊这是他的那个经典台词啊相信没有看过布袋系甚至都知道他的经典台词 那我们的黑白龙君那他的那个立会来说真的是超级欢迎这真的就是一个布袋系的部分 那我们来介绍他技能好了介绍完之后我们派我们的总狗林跟我们的黑白狼君去打一场价 那主动技能的话一样是一些伤害那最主要是他的必杀技 必杀技叫什么仪器化900有没有很够帅气的吧 黑白狼君释放阴阳之力赋予我方队伍阴阳结界这个结界超级强 提升我方60%60%的攻击跟暴击率并提升20%的一个伤害减免 然后持续9.8秒那阴阳结界是属于护盾型的啊是可以被突破的 那技能释放的时候会对周围的一个敌人然后造成一定的一些伤害 重点是他后面这一段超级超级强力 黑白狼君到达10星的时候释放本技能会额外赋予主角 阴阳壁垒的一个效果什么意思 死玩家直接无敌5秒啊无敌5秒 你在哪个游戏里面玩你在跟人家对打的时候 你可以让玩家无敌5秒哦这个多么的恐怖 那另外一支鼎鼎大名呢就是我们总定人啊来看一下吧 顺我者仓逆我者王啊就是我们的常劲呢 他有另外一个语音哦一起来听一下他有另外一个语音 我乃是望恶的罪魁啊 总定人啊我真的是超级还原以前不带气的感觉 好一起来看一下他技能啊主动技也是一样 那个飞铺怒槽最主要是他必杀技啊 必杀技叫做怒槽喜天 常技能啊对于前方的一个敌人是斩阴阳合招的一个技能啊 飞铺左右然后阴行阳招 那一样打一个区域内的范围 660%的主角伤 这加660%的英雄伤害并且减速40% 你看他系数非常的高 而且是两个伤害多有 一般来说有些角色的英雄的角色的系数甚至都不如他 然后减速还到40% 技能结束之后呢累积伤害啊35%的额外伤害 那这都不是重点刚刚讲过 到达10星之后会有质变 10星的常劲人呢受到敌人带有护盾啊无敌的这些效果的话 他会直接破除啊护盾跟无敌并且直接暈眩 非常非常强力啊这两只角色第一个我自己自己比较少看布袋系的我都知道这两只的一个经典角色 那他们的力会啊人物造型啊技能来说都很强力 所以我还蛮期待到时候如果正式服开放的话啊这两只如果当成你的英雄的话应该是很不错的 然后他们的阶级是属于SP啊是属于联动的英雄 好那我们就派他们上阵 然后我们去上场去跟人家打一场价吧 OK GO 好来开打啊来见识一下我们黑白狼圈跟我们长期人的威力 一气化九千啊怒朝席天哇这个特效 他的华力哇下面还有八卦有没有 我刚刚有没有看到我们八卦阵啊一气化九千 然后这个是我们智慧女神雅典娜啊她的一个智慧之光 然后我们右下角这边啊她是我们的那个英雄 这边是那个黑白狼军然后这边是长期人 然后这是他们技能在吸引时间 那我们来等一下看一下他们要怎么施放我们的一气化九千 来 怒朝席天 哇完全不是对手啊 搞定啊相当的OK 哇她的技能演示真的非常的帅气 那以上就是AOA神之怒雅典娜的试玩体验 整体玩下来的感觉可以说是爽度十足 不仅3D建模值刚好 战斗画面十分华力 技能特效也很流畅之外 游戏还相当佛心 新手开服就送大量奖励和活动任务 可以轻松获得很多资源 另外还有港台专属 金光布袋系联动的新英雄 黑白狼军和长进人 喜欢不担心的玩家千万别错过哦 最后官方好康大方送 大量预约福利给你拿 预约急送上古圣鸟一个超可爱的座企 能够被动提升人物的康慧率和神秘 还有超好康500年抽跟十一只传 以及iPhone14 BS5等丰厚实体奖励 如果你也喜欢以上内容的话 不妨赶紧下载尝试一番吧